翻开一页页国军抗战的血泪史 官兵们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 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不断让我们感动再感动 那些烽火岁月或许已经远离 可是光荣历史的传承一直到现在都还历久彌新 是啊道观 根据我的了解 现在很多部队的严格史里头 都还详细记载了当年参与抗战的史实 包括参加了哪些重要的战役 获得哪些重要战果 这对整个单位的官兵来说 都是让人骄傲的共同记忆 你说的对 接着就要带大家走访几个代表性的部队 听听弟兄们对6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事 有些什么心得感想 最重要的是当大家接下了棒子 肩上承担着保国为民的重任 对自己又应该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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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顾历史 日本军阀发动清华战争 占领中国领土 屠杀中国人民 掠夺财产物资 自918事变侵占东北后 相继发动128事变等诸多事件 国民政府为集中权力抗战 一面进行国家建设 一面从事安内养外 直至77事变爆发后 我国开始全面对日抗战 战争期间 全体军民 地无分东西南北 人无分男女老幼 均保持着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 军事第一 胜利第一 与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的信念 精诚团结 做好心理准备 要打这场艰辛的长期战争 经过八年的牺牲奋斗 不仅赢得最后胜利 更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日本军队自始 极有并吞中国的野心 卢高桥事变后 辖着优势兵力全面进犯 一个月内 即席选的华北 更花口 要三月王华 国军部队当时武器装备 纸与量 均不如日本 使得在抗战期间的作战任务 受到相当限制 许多英勇教士 更为国捐躯 在七七事变前的长城战役 抗战期间的松户战业 武汉保卫战等等战斗中 先贤先烈们奋勇杀敌 誓死卫国 如大刀队 八百壮士等 许多可歌可泣的拥有事迹 都是不屈不挠的 民族意识展现 我们长城部队 是一支战功标柄的部队 成军以来 历经剿共抗日大小战役 特别是在民国二十二年 长城古北口战斗中 我们的前辈用大刀 英勇袭击了日军的阵地 使日军为之胆寒 这种用铁血未长城 浴血奋战的战斗意志 不仅激发了国人齐心抗日的决心 也树立了本师勇猛散战的官容传统 此一之后 蒙获先总统讲功 颁证 长城部队的荣贤 回顾整个中华民国历史 从那一寸山河一寸写的大时代岁月 一气拨迁来台之后的整军精 国军无时无刻 不以中华民国民主自由 民众生命财产的捍卫者自选